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H&N的Yan Yan 我今天又做了开箱片 因为记不记得我上次做过唇膏系列 这个Lisa Eldridge又出新唇膏了 所以我忍不住又买了几枝 Lisa出了6枝新的颜色 我没买了那么多 又没那么夸张 事不宜遲开箱 这个 来个很漂亮的纸盒 一开就是Lisa Eldridge的颜色 他出了6枝新唇膏 有3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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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运费 3枝买了一个这样的袋子送给你 非常漂亮 有Lisa的全部都有它的标志 然后我买了3枝3枝Nube系列的 也有一枝深色的 但里面有这样的纸 有它的小卡 3枝3枝 都是很纸盒 然后又有它的 都是这个Matte Black的颜色 对啊 今天我塗的呢 就是上年它出的系列 就是组组织一枝 ジューリー Velved Muse 是一個NUDE的顏色 然後就有Velved Fawn 不知道哪些比較淺一點 我都不太記得 Velved Fawn是最淺色的 Velved Fawn 我覺得很漂亮 包裝都是啞金色的 跟之前的一樣 但之前的瓦身一點 之前的整支瓦 這個蓋子比較亮 身體比較啞 不太合適 先用它 然後應該是最深色的那支 Velved Fawn 也是 身體比較啞 它的啞度不太一致 不過可能因為小的工廠 哇 看這支多 它形容這支做Chocolate Brown 哇 馬上試試 先擦了我實在最上面的顏色 先試最淺色 最淺色的 通常 就是比較NUDE的 通常就會用來塗 就是眼妝化得很厲害的時候才塗 好 試試這個 最淺色的 Velved Fawn 這個很接近 它有一點像遮瑕膏 即是嘴巴的遮瑕膏 因為我本身的唇色 這裡很深 旁邊很深 還有上面是深色一點 這個呢 就均勻回去 它的顏色是很啞 但是完全不乾 非常好 好了 接著先試第二隻色 其實我最想試這隻深色的 不過我再試 好 接著試 Velved Muse 這隻應該就是我的唇唇的色 你看看 幾乎是我的唇唇一樣 嗯 因為它有一點偏 其實它是NUDE 但是它有一點點 那麼多橙色的 所以就cancel了 cancel了我本身有點黑的感覺 所以都挺漂亮的 很容易塗的顏色 好了 最後 哈哈哈哈 馬上試試最後這隻 對了 Lita也有教她 這些深色一點的唇膏 她可以不直接塗上去 她有一個影片 教你怎樣塗她的深色的唇膏 她就說 好不捨得啊 這麼漂亮 用手指出它 用手指 這樣 然後就印上去 這個就是薄薄一層 可以塗多一點點的 對了 這個就有一點點朱古力的顏色 還有呢 它的教你呢 可以除了塗它 就這樣單塗之外 可以Mix and Match 我先試試Mix and Match 去上年的 上年的系列 上年的系列 我另外一枝 Felvet Ribbon 非常鮮紅色 就這樣塗就很難塗 因為太厲害了 看看 多紅 所以我就想 應該可以試試Mix and Match 試試塗一點 好像那些漸變嘴 多塗一點 嗯 就是這樣啦 漸變的效果 都可以啊 好耶 今天的開箱物就來到這裡了 有興趣呢 我就 留言在下面 怎樣買 當然我這些 沒有人理會我的 不會有贊助 今年它也都 它今年應該容易買一些 上年就很快沒有貨 今年應該還有些剩下的 所以有興趣的 可以在link裡 click進去它的網頁看看 這次的時間是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